今天继续介绍高分医疗剧《怪疑豪斯》第33集 马哥是一个工程师,日程总是安排得很满 因为工作需要,他不得不在聚会中途,开车离开 丈夫雷特发现他的胳膊无意识抽搐了一下 但马哥没有放在心上,仍旧开车离开的 可就在马哥正准备发动汽车的时候 他却突然开始浑身抽搐 汽车不受控制地冲进了一旁的车库 沃尔森在看到豪斯回到医院之后,就立马跟了上去 他很好奇,豪斯和史黛西这次出差到底发生了什么 豪斯说,他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 但事实很明显,不是这么回事 沃尔森认为,如果豪斯现在和史黛西在一起的话 史黛西就算婚内出轨,因为他还没和马克离婚 就在沃尔森准备继续说下去的时候 卡梅隆的出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马哥被送到的医院,由他们的医疗小组接手 他被初步判定为运动失调,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卡梅隆根据病例发现,马哥在过去的13个月内都极度亢奋 正在进行抗净药物治疗 他认为现在应该用三本养胺阻断马哥体内磁性激素分泌 以防过度亢奋 豪斯告诉他们,在妊娠开始的三个月内也会出现运动失调 如果贸然用三本养胺的话,会杀死马哥腹中的胎儿 必须要做一个妊娠,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雷特带着马哥的小女儿斯黛来到了医院 在开始检查之前,卡梅隆给马哥注射的这摊剂 这可以暂时切断他的大脑和肌肉的连接 雷特把斯黛带出的病法,他们两个站在一旁也帮不上忙 沃尔森在询问豪斯无果之后,就找到了史黛西 他不明白,史黛西为什么要在一切都平静下来之后,还招惹豪斯 豪斯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生,就只亲了一下 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豪斯主动挑起来的 他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办,有些事他也不能控制 马哥的妊娠和核子共振的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的 他并没有怀孕,脑子里也没有异常的东西 福曼告诉他,接下来要做遗传测试来筛选亨斯病 这是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但也有可能是马哥亢奋治疗的副作用 因为马哥没有怀孕,卡梅隆给了他三本羊胺阻断雌性激素分泌 这会使他之前的亢奋治疗失效不过是一时的 就在马哥准备吃药的时候,治摊剂突然失效的 他突然变得十分愤怒,大声的呵斥,吓到了眼前的丝带 就在医疗小组在办公室商量马哥病情的时候 马哥的情况变得更糟糕的 他的精神开始崩溃,富有攻击性 卡梅隆不得不给马哥注射镇定剂 遗传测试的结果显示他患的不是亨士病 由于他的精神崩溃,抵消的亢奋药物 医疗小组根本不知道他的身体出了什么毛病 马哥的家族没有精神病史,周围人也没有得病 排除了精神分裂和中毒的可能性 豪斯指出,马哥不仅工作带小孩,还参加慈善做义工 能支持他做这么强度的工作量的东西 很有可能是可卡因 这刚好能够解释马哥的精神问题和运动失调 豪斯知道,沃尔森一定会去找史黛西谈话 所以他想知道史黛西到底说的什么 沃尔森说,史黛西现在有些迷茫 需要豪斯拿出态度来 卡梅隆和弗马一起去到马哥的家里进行搜查 他们没有在马哥的家里发泄什么 但却在他的车里找到了一瓶利特林 这是丝带的处方药 过量服用和毒品有同样效果 豪斯认为,这就是马哥身体出现异常的原因 停止供药之后就可以给他办理出院了 可夫满却不同意这样做 他们必须要确诊具体病因 以防马哥回家之后死于其他症状 现在管理权还在他的手里 病人出不出院,他说了算 豪斯冲进了马哥的病房 当着丝带和雷特的面拿出的那瓶利特林 在这种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之下 马哥终于承认自己吸毒了 雷特对此感到十分的惊讶和失望 因为马哥居然在照顾女儿的时候吸毒 豪斯告诉他们 在等几个小时药品代谢完之后 马哥就能出院了 可马哥却在出院的时候突然倒地 检查过后是中风 卡梅隆紧急给豪斯打了电话 将他叫回的医院 豪斯再一次告别的史黛西 就在不久前豪斯对史黛西 弹露了自己的感情 卡梅隆发现豪斯竟然晚到了20分钟 沃尔森说 自己看到豪斯是和史黛西一起离开的 这20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言而喻 马哥的心率正常 所以利特林不是关键问题 福曼已经移除了导致他中风的宁快 但却找不到宁快从哪出现的 超声波显示 他的心脏、手臂和腿部都没有问题 豪斯推测很有可能是利特林和抗净药物合在一起导致的问题 抗净治疗可以导致子宫内膜癌 引起的宁快可导致中风 可是在进行超声波扫描之后 他们并未发现马哥的子宫有任何异常 豪斯让他们做一下子宫活解 看马哥患的是否是癌症 豪斯在这之前刚结束的和史黛西的对话 他希望史黛西能够在自己和马哥之间做出选择 而不是坚固 就在卡门龙和奇斯为马哥做子宫活解的时候 马哥突然子宫大出血 血压迅速降低 超声波显示 他体内的出血点来自肝脏 罕见的是 血液竟然进入了他的输卵管 他们之间检查的方向都错了 肿瘤来自马哥的肝脏 是不是癌症 还要化验之后才能得出结果 马哥找到的豪斯 他急切地想要和豪斯谈谈 他已经看出了些什么 但豪斯却拒绝交流 豪斯回到的办公室 继续和医疗小组的人讨论马哥的病情 豪斯认为 如果马哥患的是肝脏肿瘤的话 现在的症状就十分合理 可以和利特林以及抗净药物 一起导致这些症状的 只有避孕药 停药的话肿瘤就会消退 根本不需要做手术 但是马哥却不愿意承认自己吃了避孕药 他冒着死在手术台上的风险 切除了那个良性肿瘤 马哥不想让雷特知道 自己不想要孩子 今天是卡梅隆艾滋病检查出结果的日子 豪斯替他拿来了装着好结果的信封 卡梅隆离开之后 豪斯思考的很长时间 他找到的史黛西 准备和他结束这段关系 豪斯自认为 给不了史黛西长久的快乐 与其再过一段时间痛苦的分开 不如就此结束 他不想再重蹈覆辙 让两人都再痛苦一次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集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